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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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更早的理論 如果在有基因人類考古之前 20世紀都會非常多的人說 就是說每個地方的那個物種 就是由他自己的地方 就是由原來這樣一路經過很多年去演化出來 於是有了這件事情 就解釋到民族的文明的差異了 為什麼有些民族落後一些 有些民族先進一些 甚至乎又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人是高等一些低等一些 但是當然有了這個基因考古之後 這些講法就基本上就可以彈開了 但是如果我們找到一個頭骨出來 咦 跟其他人不同 那這個會不會證明到中國人是土生土長的呢 那這裏又很有趣了 其實如果你說回一個考古發現 大家如果小時候讀書都知道了 北京人 是不是? 跟著甚至乎你看到北京人那個模型 將它根據那個頭骨模型來還原 那個北京人應該是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還不知道 現代的基因考古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認為這些就是中國人的祖先了 但是其實現在在那個學術領域裡面 包括你在外國做研究 在中國做研究也好 其實都很清楚 就是北京人和現在的北京人 就是和現在的中國人 基本上幾乎沒有關係的 就是那些北京人頭骨 在那個周口店裡找到的 其實就是一些已經全種了的人類 然後呢 到現在真真正正在中國這地方的人 其實就是由現代智人一路去遷律的過來 去繼續跟其他 有可能有跟其他類似 其他種類的原始人集交的結果也都有 事實上我們都一再講過的 就算現在我和你 普普通通的 都不要說是不是中國人 一個我們現在的現代人 除了非洲人之外 基本上這個世界大部分的人 都是有幾個百分尼安德塔人 的基因在那裡 因為我們就是現代智人 和尼安德塔人 集交的結果來的 甚至乎有一些民族 就會混了一些丹尼索亞人在裡面 也都一點都不奇怪的 但是我們如果找到一個新的頭骨的話 這個對我們的認知有幾大的改變呢? 其實這樣講 這個圖像我們很常怕會不會過分簡化呢? 有人走了出非洲 接著就佔領了整個世界 於是乎就是我們所有人 人人也是非洲人 其實這個圖像是大家 後來都發覺是過分簡化的 雖然我們有很好的基因證據去證明到它 而且這個這樣的證據就是 更加有利支持於這種 就是離開非洲的學說 多於各地不同自然演化的學說 但是我們也知道 除了這些離開過非洲的這些原始人種 其實不只有一種 是可以有多於一種 然後他們也會先後蔓延佔領了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 可能又會自我隔離了一段時間 因為氣候的原因等等 於是乎再有第二波的 現代智人逃出非洲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些鬥爭和雜交的情況出現 然後可能在世界上散落各地不同的地方的人 也都有他們的蔓延、雜交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這樣的理論 原來有很多 你不可以說100%是完全適合 或者完全錯了 你說我們現在看到 由考古出來的圖像 是不是都有少少支持到 原來這個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原始人種 都有在自己的地方繼續演化到今時今日 是有少少這件事 但是它也有繼續跟外來 新進來的現代智人人種雜交 也就是說 如果這麼說 在各地獨立演化的這個理論 可能只剩下幾個百分比 然後九十幾個百分比 就是那個離開非洲的理論 就對了 然後這兩者合起來才是一個更加完整 這個人類演化的圖像 所以如果台長你說 譬如在中國 尤其是我會說這幾年 在這個中國的西南部 華南 乃至到西南 是找到越來越多的發現 是以前沒見過的 就是一些我們不是很認識 不知道很怎麼歸類的人種 留下來的圍骨 那從這裡似乎就豐富了我們 對於整個人類這個物種 它的生命樹演化 就是豐富了那個圖像 那現在台長 你自己本身在你的畫面後面 都展示了這個圖出來的 那其實就是我們一會兒要講的 這個在中國的考古發現 就怎麼樣去令到我們更新了 我們對於這個人類演化樹的知識 那這個新的發現 是不是因為我們看到有新的 剛才你說的新的骨 而導致的 是的 那這個發現是來自哪裡呢 就是來自一個中國科學院 和西安交通大學 和加上英國的約克大學 至少這幾間他們的合作研究 那麼那個骨頭發現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湖北的一個叫花龍洞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看地圖 你從武漢向著長江順流以下的方向 過了黃江 跟著就再落一點點 就有個地方就叫 就是未去到江西那麼遠 就有個地方叫花龍洞 那其實呢 正正就是這些 就是叫得到什麼什麼洞 什麼什麼洞的地方 我想就是曾幾何時的地勢上 也都有這些這樣的 就是這些動月居住的原始人 可以生活的地方這樣 而去到就算你說去到中國的西南部 也都越來越多這些這樣的地方 找到這種這樣的發現 那麼在這次這個花龍洞的圍骨那裡 看到那個骨頭就比較特別 那麼我自己不是這些考古人類學家 看骨頭的人 那麼只能夠去複述這個研究 他的報導出來的結果 那麼他們嘗試跟回這些骨頭的特徵 來去對回是屬於哪一個的人種呢 這樣就發覺很有趣了 首先他發現出來的這些骨頭 原來是有30萬年這麼遠的 那麼大家不要忘記了 現代智人是出現了在其實20萬年 那麼現在這個物種 似乎是比現代智人更加早 但是他從那個物種的骨頭的形態看到 他似乎都真的介乎於一些更加早的直立人 和這個現代智人之間的一個物種來的 就不能夠將他完全歸類 他究竟是現代智人又不算是 因為他更早一些 又不是丹尼索瓦人 又不是尼安德塔人 就是由這個形態就看到 他就似乎比較近一點點丹尼索瓦人 但是也不像我們找到那些在印尼那裡 那些比較危的直立人種 但是他似乎有一些其中兩種中間的特性 而由他那個叫穿崩的 那些拳骨頭的頭 就大約會看到那個 比較接近一點丹尼索瓦人 又有些是又有些不是 所以大家就會認定 這個似乎是一種新的見到的一種 原始人的骨頭的遺跡 現在就由這裡就會看到 會不會我們這個新的發現 是令到我們對於整個人類演化生命樹那裡 是一個新的資料呢? 但是要強調就是 暫時我留意了幾宗 在中國這個地方的考古發現那裡 都還沒有很看到有一些 有基因研究的結果走出來的 其實我自己很期待就是 除了用傳統的那種考古方法 來去做一個科學鑑證之外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在裡面採集到那個DNA樣本呢 我想對於整個人類演化的歷史呢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但是如果說到那個年份去到30萬年 現在做那個基因的重組 它的難度有多高呢? 可以做一個比較的 如果我們去找 就是當初去還原這個 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亞人的 它那個基因圖譜呢 說的是用上幾萬年 可能最盡去到10萬年前 那些這樣的圍骨 但是你又要知道了 就是如果越遠的時候呢 你要將那個基因資訊 能夠成功保存下來就更加難了 你再多10萬年再多20萬年 最後能夠拿到那個基因碎片呢 我想就令到那個化驗更加難了 再加上那個在發掘的遺址上面 有沒有一些有利於基因資訊保存的條件呢 也都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呢 無論你說在歐洲發現的 那些尼安德塔人圍骨 在這裏這個洞 掘出來的基因去還原的程度 容易一些 還是在第二處容易一些呢 都是會有差別在這裏的 那現在這裏呢 就是中國這次找到這個骨 真的比較遙遠 所以呢 純粹你直覺上猜 能夠在裏面成功找到這個DNA 來再將它還原的機率呢 又會是小很多 那這個也都多多少少解釋到 就是為什麼在這次啊 或者是一些也都有其他的 一些在中國挖出來的那些圍骨呢 是為什麼這麼難去拿去做那個基因鑑證的原因 但是這些骨拿出來都不完整的啦 只不過是一些很碎片 其實是不是透過那個重組去猜 它大概那個形態是怎麼樣的 其實都是的 因為在現場裡呢 它是找到好幾塊骨的碎片 大約知道是來自骨的那個部位在那裡 那就要靠這樣去重組了 那你看到呢 那這個新聞出的那個圖呢 那些碎片呢 還有它嘗試補些什麼來還原呢 你都看到就是 就是都 有些很清楚看到就是 屬於眼窩那個附近的骨頭的碎片 有些就比較近是鼻骨 如果你說是有牙的那些 更加容易知道是跟那個下額 上下額有關的那些骨頭 是比較容易認到 那這些很多時候就要靠一些 很有這個考古經驗豐富 對於人骨很有認識的專家呢 來去嘗試去做這個還原 嗯 那它從這件事情去推斷到的就是 這個人類那個發展呢 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甚至未知的物種是出現過的呢 只不過是後來做了什麼呢 是啊 或者如果不要說物種 只是說人類很多不同的種的分支 原始人我們說原始人好像只能說一種 只是這個原始人的種類 會不會有些其實都是時空交錯 有些出現過絕種了 接著再有另外一隻的原始人 繼續流下來這樣 就是紛紛興起和滅絕呢 我想那個圖像是複雜很多的 現在我們看到就算你說用基因研究去結論 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和現代智人三者之間的關係 很多的數據呢 你會發覺是由非洲、歐洲和中亞那裡拿回來的 對於那個遠東和東南亞那裡 也是因為那個氣候地理的原因 能夠找到出來那個保留到的資料 那個基因的資料是很少的 但是如果你告訴我 其實在那裡也有一個更加複雜 原始人之間的鬥爭和雜交的故事呢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是啊 所以它現在在中國找到那裡 可能接著會發現 其實有曾經存在過這些不同的物種在那裡 但是那個絕種的情況肯定是的 這些已經無需去說 它們還在現在不存在 但是這個是不是講到說 其實那個人類演化的過程是相當的複雜的 可以這麼說 現在看到那個 其中一個生命樹圖像那個 現代智人後來就橫掃整個世界這件事 基本上就無需要置疑的了 因為我們有基因那裡去講 剩下的就是它為什麼 有什麼基因層面上 有沒有一些優勢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可以掃平到其他的原始人的人種呢? 其實一個我想 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原因 就是現代智人的智慧 它的身體條件未必有其他原始人種那麼好 但是它那個承傳經驗 累積智慧製造工具的那個能力是高 於是它能夠設計工具去學習過往的經驗 以及去調整它的策略 就令到它真是比起其他原始人種 更加有一個適者生存的條件 而且我認為那個距離是 就是那種功領先的距離不少 如果不是呢 你不會這麼容易見到 嗯 好 我們這隻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講講這個科學回路 謝謝大家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請就再出往 請進來 請進去 剛才開始 請進來 我們下個節目 請進來 請進來 請進去 請進去 請進來 請進去 請進去